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制裁俄罗斯呢 俄罗斯的话呢 虽然是也逼得呢 没有办法 如果在先前啊 如果俄罗斯要改变这种结算方式 我估计西方呢 还会有更多的制裁 现在呢 对于西方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就是你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你把能制裁俄罗斯的手段都用尽了 而且有些的话呢 制裁俄罗斯的手段呢 用起来咱们可以这么讲 这个制裁的手段已经就是说 超过了西方的一些原则底线 比方说私人资产生生不可侵犯呢 他结果呢 他把俄罗斯的其他的公民呢 私人的资产呢 他都主动的先给冻结了 对吧 他不光是冻结俄罗斯国家的资产 所以这些事呢 大家都把这些无底线的事也都做完了 这时候呢 俄罗斯说你买天然气呢 要用卢布结算 你想用其他方式再来制裁限制他的时候呢 其实对于西方那难看的地方在哪呢 他第一的就是无牌可打 你没有再一个什么手段去制裁他了 反正你已经制裁到我到地板上了 你现在只有给我往回松了 你没有给我往前进了 除非的话呢 你再往前进的话呢 你就派兵战场上打败我 对吧 你派兵战场打败我的时候呢 其实俄罗斯很强硬 从这次的一些表态来看呢 起码俄罗斯说你把我打极了 我可能的话呢 对乌克兰在这抵抗我不用 但是你西方来的话呢 走向核战也不是不可能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西方这就是非常尴尬 而对于天然气来讲呢 就是他们的必需品 这还不是说价格能解决问题 好多人说你价格高了供给就会多 现在价格高了你供给也多不了 包括呢 最近你像沙特主导的欧佩克呢 就拒绝了这个石油的增产 为什么他拒绝石油增产啊 就是前面我说的石油供需曲线厚弯呢 他价格越高的时候 大家的话呢 觉得这油呢 将来会卖的更贵 卖了卖点我少点 那我就吸售嘛 对吧 我就不愿意卖嘛 这样的这个结果的话呢 你怎么办 就是说价格高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且天然气呢 其实俄罗斯到欧洲呢 是有很多管道的 原来呢 在俄罗斯前苏联时代呢 这些管道就铺到了东欧 铺到了这些华沙成员国 那么直接的受益呢 实际上就是德国 因为德国的东德嘛 直接就是有管道能铺来 现在呢 中间那些管道 有些要过乌克兰了 所以呢 人家想弄一个 绕过乌克兰的海底的管道 那么海底的管道呢 一直是美国在卡 像那个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的话呢 也在卡 然后其实就算你管道通了呢 最关键还是人家油卖不卖给你 在这个买天然气啊 和买石油 还有不同呢 石油为什么是最早的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最广泛 因为在石油的时候呢 它这个海运占有绝对的优势 海运对石油的优势 主要体现在哪啊 你装船 卸船很简单啊 你好多的话呢 海运运货 你知道这个装卸是很麻烦的 港口的吞吐量 就是要主要靠装卸 你包括的话呢 你油田的这些油 怎么到港口 这个运输也很麻烦 到了港口以后 怎么运到你油轮上 你要知道 这个一列火车呢 也差不多3000吨左右的载荷 就等于一万吨的话 就是三列火车啊 三列专列啊 你要是一个几十万吨的油轮的话呢 就是一百多列专列的那个概念 那你如果是火车和油轮 就是这么一个比值啊 但是呢 你要说从运油的角度来讲呢 就比较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液体 它一根管子呢 给拉到海上 海上呢 直接就输到油轮里 卸油呢 一个蹦从海上 直接就抽走了 它不用说呢 很复杂的港口和码头 但是你换成天然气就不一样了 其实天然气的运输船啊 是非常复杂的 建造天然气呢 它要低温 要高压 这个要求就很高啊 你本身那天然气的话呢 你把它低温高压去运出来 所以为什么原来最早 那个油田产的天然气 都直接烧掉啊 对吧 它不是卖的 它就油田就直接烧掉了 它为什么直接烧掉 就因为这天然气的话 实在是不好运呢 只是现在的话呢 石油紧缺了 石油值钱了 然后天然气的话呢 才被大家呢 利用起来 而利用起来最先的呢 就是取暖发电嘛 中国的话呢 原来一直是没来解决的 欧洲呢 它的取暖发电 都是靠天然气的 而且它靠天然气呢 它算的碳排放 我们要说这个故事了 就是说你这个天然气的热值啊 就同样的排碳的情况下 它燃烧的热值 我们其实化学有个词叫做寒 一个火 一个那个什么 它差不多是煤炭的 两倍 你要明白什么样的道理 如果的话呢 欧洲如果是拿不着 俄罗斯的天然气 改烧煤的话 它碳排放要翻倍 现在呢 欧洲不是拿这个碳排放 当它的绿色王牌吗 到各个国都要说 你们碳排放也要怎么怎么怎么着 你要说它能碳排放低的时候呢 就是靠烧的俄罗斯的天然气 或者是说呢 用的核能 那现在核能呢 很多时候也反对它在停了 另外就是主要就是靠用天然气了 你天然气再用不得 下边怎么办啊 那马上碳排放的这个牌啊 也会受到影响 既然这是一系列的故事 它碳排放卡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要烧煤 中国烧煤的那个碳排放 本身呢 就是它烧油的这个碳排放的两倍 然后它接着它会会说 我们单位GDP的碳排放高 你看见没有人家怎么说话的 对吧 所以现在俄罗斯逛过来了 你们这些所有这些拿卢布吧 你要知道如果欧洲的必需品 它的天然气 它变成了卢布要绑定的话 你说这个欧洲的这个卢布哪来呀 它这样是个非常难受的状态 另外你像俄罗斯说拿黄金也行 但拿黄金你算一下的话呢 这个事啊 美国和欧洲都不愿意干 你要拿黄金的话呢 第一是整个的黄金的数量不够 第二呢 你这黄金还放在美联储 美联储会让你拿回来吗 当年德国去想去看一眼 它存的黄金不都引发了轩然大波吗 对吧 你这个黄金这个事呢 也不好办 那么你要拿卢布呢 你说你没有换取卢布的渠道 像这对于欧洲来讲的 其实是个非常难受的事 而你要说把换取卢布的渠道也建立起来 那就意味着什么 那个卢布建立了一个内外的循环体系 建立了一个内外的循环体系的话呢 首先这个金融的话呢 帮着俄罗斯把全球金融体系建起来了 那是美欧都是不愿意的 另外呢 你可以知道这件事肯定是赚了一大票钱了 你这个黑市上你怎么着的 现在呢 你那个卢布的话呢 值钱了 反正这个事下边的故事就很多了 你这个黑市上的整个的活动 这个黑市上赚钱的这些事 这些卢布 你如果俄罗斯在溯源的话 还有故事呢 所以在这儿别看是一个小的变化 但是对于西方来讲 这是个非常疼的事情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关于这个卢布的事情啊 就说到这儿 其实这个事呢 对中国的是挺好的 是一个事 因为中国的话 拿着俄罗斯 到俄罗斯卖商品 有的是卢布 而且对等的呢 我们人民币也有机会 谢谢大家 再见